廉政公署再有人事變動 執行署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提出請辭 廉署證實高迪龍提出提前假約 正是按正常程序處理 但廉署未有公布他請辭的原因 據了解 在廉署工作多年的高迪龍 在星期一提出辭職 廉署高層近日出現人事變動 處理執行署首長李寶蘭被取消處任 繼而請辭 高迪龍曾經擔任李寶蘭的下訴 廉政專員白韻六星期一 向傳媒解釋取消李寶蘭處任 迷基於他的工作表現未達標 並且說行政長官梁振英沒有參與決定